11-3 流固偶核分析 同步偶核問題 在流體內放入一塊金屬片 當水流從前方入口進入 經過金屬片時會對金屬片產生壓力 使其產生變形 並對水流造成影響 並在後方流出 接下來進行ANCYS分析 點擊上方ANCYS 14.5 ANCYS Workbench 進入ANCYS Workbench專案視窗後 點選左方 扶人拖曳至Geometry 產生關聯性 在Mesh上點擊滑鼠右鍵 按下Edit 進入Mechanical機械視窗 在左側Geometry 展開 在Solid上點選滑鼠右鍵 Suppressed Body抑制 點選Food 在Graphics and Properties裡面 將透明度改為0.4 方便檢視 接下來給予面名稱 翻轉至較近金屬片的面 點選滑鼠左鍵選取 在點選滑鼠右鍵 Create Name Selection 進行命名 命名為Inlet 建築面 翻轉至另一面 命名為Outlet 接下來按住Ctrl 點選流體 側邊的四個面 按下滑鼠右鍵 命名為我 完成之後 完成之後 我們選擇剛剛將固體抑制 與流體接觸所產生的五個面 按下Ctrl 可以複選 選擇完之後 點選滑鼠右鍵 Create Name Selection 命名為Data Transfer 這是我們再來要跟Transition Structure 進行資料傳遞的介面 完成後按下OK 在Match上點選滑鼠右鍵 按下Update 進行網格更新 廠生網格之後 點選右上角關閉 回到Ansys Project專案視窗 在Setup上點選滑鼠右鍵 按下Edit 進入Fluen設定視窗 我們在Options 將Double Position勾選 以提高精度 完成後按下OK 在Fluen視窗內 Mod General 我們使用Time Changes 我們使用戰態設定 Models 我們選擇第三項 按下Edit Model選擇Capsule 並將Capsule Model 選擇Realizable 完成後按下OK 給予水 具有黏性 接下來進行材料設定 Materials 我們按下Create Edit Material Type 選擇 流體 Fluen Database 進入之後 我們要添加Water Liquid 水 按下Copy 可以看到Materials裡面 已經出現水 以供選擇 按下Close Cell Zone Conditions Type 我們選擇流體 按下Edit 並且將Material Name 選擇為Water Liquid 將 材料設定為水 完成後按下OK 邊界條件 Boundry Conditions 我們首先 設定Inlet 進入面 按下Edit 流速 設定為 20公尺 每秒 穩流部分 我們使用第四項 並將水力直徑設定為0.15 完成後按下OK 接下來 設定出口面 使用壓力為基準 按下Edit 壓力 壓力 我們設定為一大氣壓 這裡輸入為0 系統 會自動 自動設定為1 Turbulence 一樣選擇第四項 水力直徑0.15 完成後按下OK Data Transfer 需要注意的是 Type需要設定為Wall 不可設定為Interface 或其他的 必須設定為Wall 才可以進行資料傳遞 Dynamic Mesh 動態網格 將它勾選 Smoothing 跟Remeshing 再網格 在下方 Dynamic Mesh Zones 我們下Create Edit 地方我們設定為Data Transfer 為System Coupling 完成後按下Create 添加進來 再按下Close Reference Values 我們使用預設 Solution Method 我們在上面 改為Coubled 下面 我們使用預設值 若要提高精度 可以在下方進行設定 Solution Controls 使用預設值 Monitors 預設值 Solution Initialization 我們點選Hybrid Initialization 使用混合出使 Calculation Activities Auto Save Every 我們設定為每一步都進行儲存 Run Calculation Time Step Size 我們設定為0.00004 並讓它跑100步 每個回圈24 完成之後 按下右上方 關閉 OK 回到我們的介面 在上方工具列File 我們設定為Save 儲存 存檔後 我們在左邊 Tension Structure 按住拖曳至Geometry 產生關聯性 在Model上點選滑鼠右鍵 Edit 進入機械視窗 在Tension Structure的 Mechanical機械視窗內 展開Geometry File 上 按下滑鼠右鍵 Suppressed Body Edit 在Mesh 網格上點選滑鼠右鍵 Update 產生網格 點擊Tension 上方會出現 夾持與複載工具列 在Analysis Settings 我們將Auto Time Stepping 關閉 並以次步級為基準 每次一步就解出來 按下Support Fix Support 我們要將 金屬片的底部 進行夾持 完成後按下Apply 接下來按住Ctrl 選擇固體與流體接觸的五個面 按下右鍵 選擇Insert Full Solid Interface 產生流固偶合的界面 完成後 按下右上角關閉 回到Ansys Project專案視窗 在左側 Season Coupling 按住拖曳至Furrent 後面 將Furrent的Setup拖曳至Season Coupling 以及Transition Structure的Setup 拖曳至Season Coupling 會看到後面 尋問號無法進行 設定 需要在Setup上 點選滑鼠右鍵 按下Update 進行資料更新 以及下方Transition Structure 以及下方Transition Structure Setup上 點擊右鍵 Update 進行資料更新 兩個都更新完之後 可以看到Season Coupling的後方 已經開始可以進行設定 點擊滑鼠右鍵 Edit 進入我們的設定視窗 在這邊 我們先將Furrent的Data Transfer 以及 現在已經產生資料傳遞了 接下來 在Setup的部分 我們設定M-Time 0.004 每一步 0.00004 所以總共是100步 與我們Furrent的設定相同 完成之後 我們按下Update Project 開始進行分析 現在資料已經開始在產生 可以看見兩條曲線 開始不斷的進行交錯 表示兩個之間的資料開始進行傳遞 先讓我們暫停一下 等到我們圖表跑完之後 我們再進行說明 現在我們的分析已經完成 可以看到我們的資料 圖表已經產生了 那接下來 我們要進行更直觀的分析 點擊上方工具的Return to Project 回到專案視窗 在左邊 Results 拖一致 萱順Structure後方 並將 Furrent 的Results Solution 拖一致 Results 以及萱順StructureSolution 點擊滑鼠右鍵 Edit 進入我們的Ansys後處理分析模組 首先我們在上方 點選Conture 將它命名為Conture Pressure 按下OK 在設定部分 我們選擇 要顯示的為Data Transfer 沒有問題 設定為顯示壓力 按下Apply 產生畫面 可以看見我們的正面 與我們水流 進行接觸的部分 壓力較大 而後方 水流出的地方 壓力較小 並且顯示為側面的時候 可以看見我們的金屬板 微微向後彎曲 產生變形 接下來 我們使用Streamline 命名為Streamline Velocity 完成後按下OK 在Start From 我們設定為 從入口Inlet開始產生 條速 我們設定為50條 完成後按下Apply 就會產生我們的流力線 稍微轉一下可以看見 在流金金屬片的部分 我們速度產生變化 並且水流方向也產生了變化 接下來要進行我們的動畫設定 我們可以在上方Animation 選擇我們使用 Time-Save Size 來進行我們的影片製作 然後我們可以選擇Save Movie 來進行儲存 計算時間非常的長 所以我們在放下去的時候 盡量使用比較空閒的時間 而且會佔用到大量的系統資源 按下Options 我們在這裡可以設定 許多我們影片的格式 完成後按下OK 那完成設定之後 點選這裡 的一個播放鈕 會開始進行影片製作 那我們播放一下 我們這個分析 所做出來的影片 可以看見當水流過的時候 我們的金屬片 會向後彎曲 再彈回來 以上為11-3 流過偶核分析 同步偶核問題 可以